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葫芦说事 2020年3月26日 今天的内容包括 全球病毒感染接近50万 G20峰会共谋应对 美国参议院通过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 中国暂停所有外国人入境 首先 葫芦与您说说全球病毒感染接近50万 G20召开特别峰会共谋应对的事 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 3月26日视频的方式 出席新冠肺炎特别峰会 阐述他们各自如何应对疫情大流行 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的看法 目前全球已经有47万4千多人感染 21,300多人死亡 本星期早些时候 G20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同意制定一个疫情防控行动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齐心协力 遏制疫情的威胁 他说 新冠病毒疫情在危及着全人类 因此 全人类必须共同抗击疫情 G20峰会周四发表声明 表示将不遗余力共同应对病毒威胁 声明强调 20国集团将及时分享信息交换有关病毒及其治疗的数据 并共享必要的资料以供研究 各国也将巩固全球卫生系统 扩大生产能力 满足对医疗物资日益增长的需求 声明还宣称 要保卫全球经济 20国集团正向全球经济注入5兆美元的资金 20国集团将采取进一步的大胆措施 让世界经济重回正常状态 他们也支持各国央行 向家庭和企业放宽信用 延长还款日期 集团也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大力支持各国的防疫措施 声明还专门提及 要解决疫情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阻碍 声明强调 要保证一个自由公正 非歧视性的 透明的 可预测的和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 葫芦认为 来源于中国肺炎病毒 已经祸害世界 成为人类必须共同应付的灾难 接着 与您说说美国参议院 通过2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的事 美国确诊病例连续第三天日增万例 截至26日下午5点 美国确诊病例82,404例 已经超过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确诊数字 纽约死亡人数日增100 种种迹象显示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正冲向曲线顶部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死亡人数 1136人 死亡率1.4% 在全美重灾区的纽约 周四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一天增加了100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增数最多的一天 导致纽约新冠病毒死亡率破了1% 与此同时 因新冠疫情导致 上周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飙升至328万 美国国会参议院 星期四凌晨 以96票赞成 零票反对 一致通过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 该法案将送交众议院 预计众议院将在本周五表决 特朗普总统的高级助手 协助谈判了这项跨党派协议 特朗普承诺 法案送交他后 他会立刻签署成为法律 这项巨额法案 将是国会有史以来通过的 最庞大的经济刺激举措 包括5000亿美元资金 帮助受重创的产业 以及将数额相当的资金 直接发给数百万个美国家庭 每个家庭最多会收到3000美元 这项法案目的 在以现金流刺激经济 阻止日益加剧的流行病 对经济的影响 葫芦认为 该法案将有利于刺激 美国经济增长 帮助美国人和中小企业 渡过难关 最后 与您谈谈中国防控升级 暂停所有外国人入境的事 中国外交部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在26日发布公告说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范围快速蔓延 中方决定 自2020年3月28日零时起 暂时停止外国人 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 和拘留许可入境 暂停外国人 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 但外国人持公告后 签发的签证入境 不受影响 公告称这是中方为应对当前疫情 参考多国做法 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中方将根据疫情形式调整上述措施 并另行公告 最近中国内部的疫情得以控制后 防止境外输入的感染病例 成为中国防疫的重点 中国在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 这是应对当前疫情 参考多国做法 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 全世界为了防止疫情的扩散 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针对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 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关措施 全球禁止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 葫芦认为 中国暂停所有外国人入境 可以理解 但不利于国际交流 好了 葫芦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